領那個費金嘛 就是我們正義人 這是陳教授 尹阿嬤 陳哲三教授的阿嬤 這是我們正義人 陳哲三教授的阿嬤 陳哲三教授的阿嬤 對對對 會上的施行的時候 到文憲官專門林文龍 說到當歲時在告費領費金的情形 到文憲官也因為這位專門的關係 在六個鄉里民國四五十年時 就有一位傳告是夏仙宮 用上機來記錄當歲時的情形 以及幫助困惑的人民 所以今天他要記錄到夏仙宮蘇料店 來展現到他的故事 我們有一個同仁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導覽 也叫林文龍林先生 其實他也在我們今天展覽的鏡頭裡面 我們就知道有這麼 謝神功神父有這麼多的照片 也可以留下來 讓我們了解台灣早期社會的相關生活 這條夏仙宮新婚蘇料店 欠了很多六個鄉鄉民才來關上 外民眾在鄉里當中 快要給你設善事的模樣 也外民眾對鄉里當了解 當時過期的生活做空 讓他們都覺得相對處理 所以夏仙宮已經貴心 但是以後六個鄉鄉民是很像的英雄 這是我小時候的照片 那有那些照片 那有那些照片 那個 這個三零四 那時候做工的人抓出來 那我爸爸向他買的 他賣給我這個 當玩具 當寵物 對當寵物 然後為他相家 我們要寵物 寵物 寵物 寵物就給你騎乞了 寵物就給你騎乞了 你很好吃 精緻製作 小時候都給我們寵物照顧 因為主要是各國小孩 超級料的小孩都有經過的欣賞 再來就是說 他的中所就是我們鐵頭的地方 他就是分一些東西 他有好的東西都讓小孩吃 這個小孩之後他幾天 在那裡他就欣賞 那我們想說我們文獻館 對這個 謝請問神父 他有這方面這麼多的 一個豐富的 一個留下來的照片 那對台灣社會 又有這麼多的貢獻 那我們想說 文獻館應該有這個責任 這個意義 能夠把這些人 這麼珍貴的這些 所謂歷史照片 能夠呈現這麼多的 台灣早期的所謂 社會上的一個 民間的一個生活狀況 那我們就跟他們合作 在我們館內這邊 來辦理的這個展覽 這次的蘇勒特殿 除了介紹的 夏新宮信夫一外 主辦單位 將夏新府所謂的照片 分析移動 交通工具 農村生活 定高的主題 來電視 主辦單位的進一步進出 雖然過照片 只限於露國鄉 但是可以對照片當中 了解到台灣早期農村的生活 記者探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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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